哈囉,大家好,我是賈斯柏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頻道 本期影片來講一下這個推特 那推特,因為我現在錄影的時間呢 還在盤中啊 那推特還在跑啊 那目前呢,今天喔 推特真的是大爆發 漲了百分之二十、二十八、二十九個點 而且看起來這個勢頭 還持續的上揚當中 那今天的,坦白講啦 今天的基本上 只要是好一點的公司 叫出米亞公司,都長得相當相當的不錯 可是呢,推特會這樣大爆發 是受到一條很大的一個消息 是因為呢,這個SEC公佈的文件 Elon Musk,現在是推特最大的外部股東 所以呢,各位 你看喔,這個Elon Musk影響力有多大 他一進一出啊 就會導致一個公司的股價 漲漲跌的非常非常的兇猛 所以我們就一起來看一下吧 大家請看一下 Elon Musk被爆其持有 推特的9.2%的一個股份 那美國是因為這樣 如果說今天是比較大筆的進出 或是說超過一定比例的股東的話 股份是需要經過這個SEC 就美國的證監會 而且呢,這證監會也會定且去公佈 但是呢,公佈往往都是會落後一點時間 這個大家要心裡知道 不是說Elon Musk才剛買 可能他已經佈局一陣子 那公佈的時候呢 但我想呢,大家還是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美東時間就週一這兩天 公佈了這個Elon Musk購買推特大量的股份 目前是這家社交媒體巨頭的最大外部的股東 那推特呢,在美國相當相當的盛行 那在國外呢,也不少人會使用這個推特 根據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發布的3G文檔 Elon Musk現在,各位可以看這個數字就蠻多 總共有7000 7348萬股的推特的股份 相當於該公司9.2% 各位,9.2%你不要看起來很小 9.2%很大,相當相當相當大 那馬斯克持有的股份價值 依照這兩天的市值來去做計算 是28.9億美元 可是呢,我現在在錄影的時候是盤中 今天就噴了2-30個點 所以28.9億是上禮拜五的價格 大家你懂意思嗎? 上禮拜五的價格是28.9億美元 像現在噴這麼兇的話 我想應該現在的價格應該是落在 37-38億美元,差不多 很恐怖 等於是他一個週末就賺了8-9億美元 所以各位,你看有錢人賺錢的方式 跟勤勞撲施對不對 是不是很不一樣? 今天如果說你勤勞撲施 就可以賺大錢 那各位趕快去富士康 去當郭董的手下 然後去流水線去工作 有錢人才不跟你這樣搞啊 有錢人這樣子一進一出啊 就賺翻了 7-8億美元 就短短的幾天時間而已 Elon Musk 曾經公開批評過這個推特公司的政策 認為推特他並沒有去實踐 言論自由啊 他沒有實現這個承諾 那這個也不贅述啦 反正過去這兩年 世界上發生了太多瘋瘋瘋瘋 無論是 Donald Trump啊 Joe Biden啊 或是一些什麼戰爭啊 有的沒的 那而且呢 Elon Musk說自己也考慮 考慮啊 說要創辦一家與之競爭的社交媒體公司 結果呢 到現在是沒有成立啦 是沒有成立 原本他說要創辦新公司 與推特來進行對抗 結果偷偷的變成 該公司最大的外部股東 傑出的一手 非常非常的厲害 這個就讓我想到我們 我們花人啊 股收有一句俗言嘛 民修戰道 暗渡成長 可是呢 我必須說啦 Elon Musk他這樣子去買這股份 合情合理啊 合法啊 如果說今天各位你是有錢人 那假設我是有錢人 可能我們也是會幹一樣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是沒有錯啦 那我覺得最大最大的結論就是 各位啊 我們一定要成為一個優秀的投資者 因為呢 只有成為一個優秀的投資者 才能夠讓我們一生啊 不用去吃穿啊 不愁吃穿啊 各位請看一下 這是推特 而且呢 我錄影頭是截至到快收盤 但是還沒有收盤 嘿 那 我現在看 差不多是在28到30%之間 去做震盪 推特長得非常非常的兇啊 但是我必須要講一個公道話 你看喔 推特是因為 這個Elon Musk的消息 所以說出現了這個大暴漲 好 漲了28%以上 但是 推特去年 他們更換執行長 他們原本叫一個Dorcee的 留著長髮像那個嘻哈組一樣 然後後來被換下去 換成他們的那個CTO 是 然後我記得是印度人 差不多10月份 因為當時我做這個專題的小影片 然後後來到現在 可是呢 各位啊 你要知道為什麼之前呢 他們執行長會被換掉呢 就是因為推特業績不正 然後增速放還 對不對 他在美國呢 就差不多很多人都用了 那在國外呢 有人用 可是呢 並沒有說像其他的大公司 風行全世界 所以說增速放還 然後再來也很多很多的競爭對手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的是 雖然說暴漲了 可是推特他真的要長期穩定上漲的話 還是需要說他的一個基本面 還是說需要他 戰略 有什麼樣改變啊 補強啊 你要怎麼樣去增加你的一個毛利啊 盡力啊 你的新用戶啊 或是你的內容服務 有沒有可不可以跟以前不一樣呢 你以前都推特嗎 那你有沒有什麼推特2.0 3.0 4.0 不斷去迭代你的一個產品 那這樣才能夠說 喔這推特可能以後真的會一發不可收拾 要不然的話 現在可能只是彈劃一線啊 就這樣去暴漲 但是啦 我也必須講啊 可能 我是說可能 會不會Elon Musk 他已經知道了 喔推特 將會執行一些什麼樣的戰略 但是只是說 推特還沒有跟大家講 這可能是一個因素 那有沒有第二種可能是 Elon Musk 說不定他會把推特整家公司吃下來 以後就變成他自己的一個 輿論的宣傳機器 有沒有可能 這是第二種可能 那至於是哪種可能呢 說真的我不知道 因為呢 我認識Elon Musk 可是Elon Musk 他不認識我 所以說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怎麼樣 大家懂意思吧 那如果說賈斯伯 既然這樣的話 那請問這個推特能不能買 我個人建議 因為畢竟現在出現了這麼大一個突破缺口 你要買的話 46到50 你就買 但是呢 你不要槓桿 你槓桿 你槓桿的話 萬一他爆跌 那你就爆掉了 大家懂意思吧 買股票真的不要槓桿 那建議的停損呢 就42到44 如果說萬一他跌了10%到15%的話 那可能就是一個假突破真大跌 但如果說他並沒有去跌破你的停損點 那你就乖乖抱著就好啦 那我還是補充一下 如果說你今天覺得推特這個小公司嘛 雖然說推特是大公司 可是呢 他還是沒有辦法跟FAMG相提並論 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推特這個風險比較高 那你就不要亂碰了 反正呢 美股還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機會 好今天影片呢 就到這邊 主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關於推特這個大暴漲 但第二個呢 我個人覺得啦 要暴漲的話 是可以 可是如果說只是因為一個消息面 而暴漲的話 這真的是一個健康的事情嗎 我覺得大家可以去動頭腦 第三個 如果推特他要略變成為一個真正優秀的公司的話 肯定啊 他還是必須要端出更多的牛肉 以及他一些戰略 給投資者知道 那這樣子才會引來更多資金 扶持他繼續的上漲 所以我這邊也是祝福推特了喔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們下次見 拜拜